在今年年初Ninus Kernel 5.8之后的版本 被揭露了Arbitrary Write Read-Only File的漏洞 其命名为Dirty Pipe 其对应的Android E有多处受到影响 反而只有Kernel的漏洞是不够的 依然有不少的防护机制 让你提前遇到重重困难 这场议程中将介绍讲者如何利用Dirty Pipe 通过重重困难 在Android 12上获得root权限 让我们崭新 掌声欢迎Emo以及Lin所带来的演讲 大家好 我们是今天议程的讲者 我们议程的主题是 How you use Dirty Pipe to get reverse root shell on Android Emulator and Pixel 6 我是第一位讲者 我是Lin 下一位讲者是Emo 那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我目前是Tim Tipe Dirty Pipe Dirty Pipe Dirty Pipe Researcher的 Intern 那也是中山大学IS Lab的成员 那目前在研究领域是Android系统的安全 以及Linux Kernel 大家好 我是姨默 我的话一样是Dirty Pipe Dirty Pipe 的Intern 对 最近话就主要是在玩IoT相关的Export 那这是今天的agenda 那首先我们会介绍一下Dirty Pipe这个漏洞的成员 以及它是怎么被利用的 并且它在使用上会有一些限制我们都会把它总结 那在第二点的时候我们会介绍说我们是在 我们是如何在Android系统上去Hijack Init Process的 那在第三点开始会有Imo介绍 我们是如何去Bypass在Android系统上的SD Linus 好 那我们会把从Imo的环境直接Porting到实际手机Pixel 6的过程 那最后是由我来做结论 那首先是Dirty Pipe 那Dirty Pipe是今年二月初的一个漏洞 那它由于它是一个Linus Kernel的漏洞 那我们就想说能不能把它移植到Android系统上 来做提前的动作 那它被触发的Kernel版本是要大于5.8以上 所以它拥有的特性是它可以对于read-only档案进行任意写 并且它在一般使用者的情况下 它不需要仰蓝任何的capability就可以触发 那从它的名字可以发现说 它其实跟2016年的Dirty Call其实是蛮像的 并且它比Dirty Call还要更容易来trigger这个漏洞 那我们对应到Android系统上 就可以对应到Android 12 那Android 12有被像是Google Pixel 6 或是Sanson Galaxy S22来使用 那我们在讲漏洞之前 我们想先提一下Pipe的这个Spice的这个东西 那当我们对于底层的档案进行Io的时候 我们会使用Page Catch来减少多次与Disk的沟通 那我们使用Spice System Code之后 它其实里面是实现的Zero Copy 意思就是说 它不是直接将资料Copy到Pipe Buffer上 而是会先透过Index的方式找到对应的Page Catch 然后再透过Reference的方式才传给Pipe Buffer的Page 那为了避免一些记忆体资源的浪费 Pipe Buffer的结构中里面还有一个Flag 叫做Buff Flag Can Merge 那当这个Flag被设上的时候 它就会从上一次写入的地方进去写入 而不会再去重新去分配出一块Page 那它的漏洞成因是 当我们去拿Pipe Buffer的时候 它的Flag不会做初始化的动作 意思就是说 当如果我们把每个Pipe Buffer的结构 都设上Can Merge这个Flag的时候 然后我们透过Spice这个System Code 把我们想要去写入的档案 传给Pipe Buffer的时候 那我们在对Pipe Buffer进行写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成功去Overwrite这个Target 那我们以左边来说是Spice前 那右边是Spice后来做个说明 那左边这张图就是 当我们Spice前 Pipe Buffer的Page 它可能会指向任意记忆中的一块Page 那在右边Spice过后的话 它就会把Target File的Page 指向Pipe Buffer 那我们这边也想要说明一下就是 在使用DirtyPage的时候 它其实会有一个小小的限制 那它这个限制其实是跟 我们使用到Spice有关 那我们这边举Offset为0 那Lens为1的Spice这个Code来说 那我们对Pipe进行写入的时候 最后会扣到Pipe Right 那Pipe Right它会根据一个Offset 来决定说它从哪里 从Target File的哪里开始写入 那它计算Offset的方式是从Pipe Buffer中的Offset 加上Pipe Buffer中的Lens 两个相加来决定说它的Offset是多少 那并且这个Lens Spice的Lens至少长度一定要是1 否则它会找不到Page的Reference 那这就造成了我们对于File进行任意写的时候 我们写不到D0的这个位置 就是第一个Byte的位置 好 那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我们整个DirtyPipe的攻击流程 那首先我们会需要Pipe 那我们会希望把每个Pipe Buffer结构中的 这个Pipe Buff Flag Can Merge 这个Flag都设上 那我们把它设上的方式 我们是透过把Pipe Buffer都填满 那当我们都填满以后 我们后续想要对Target File进行写入的时候 Pipe Buffer已经满了 那我们就透过Read的方式把资料先读出来 那因为它不会对结构进行初始化的动作 所以它的Flag还会留在结构上 好 那我们读出来以后 我们就透过Spice这个System Code 我们就把我们要写的ReadOnlyFile 然后把它丢进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成功写入了 那我们来讲一下DirtyPipe的限制 好 那这个限制其实在后面会影响到我们的exploit的一些事情 好 那首先是使用DirtyPipe的话 它至少一定需要有OpenRead的权限 那它每次只能对 每次写入都只能去写入一个Page的大小 并且说它不能去写入每个Page的第一个Byte 就是那个D0的那个位置 并且我们没办法对Non-RegularFile进行操作 好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说一下就是 我们在移植这个漏洞的时候 最一开始遇到的问题就是环境 对 那以一般Linux host 用DirtyPipe提权的方式的话 可以是去写带有SUIDFlag的Binary 或是像去写它的EntryPoint 让它去调到ShareCode上来提权 那或者说可以去写ETC的Shadow 或是Password的档案来提权 可是在Enjoy系统上这些档案都是不存在的 那我们就必须想要 必须去找到另外一个方式 去拿到root权限 那第二个问题是 在一个系统 在一个陌生的系统中 我们该如何去debug 来获得更多的资讯 那第三点是在Sinnius的保护机制 它会限制说我们exploit的一些难度 还会再增加我们exploit的一些难度 并且说我们希望我们拿到reverse loop shell 不是严格版的 而是有更高的权限 所以我们在后续的时候 我们会想要去把这个保护机制给bypass掉 那一开始我们在有实际手机之前 我们是在enrumator上进行测试的 那我们enrumator的环境是我们编译的整包enjoy的source code 那并且跑在x8264的架构上 然后这边有个小插曲就是 我们载的kernel是5.10.66 那时候载下来测exploit的时候发现 好像dirty pipe被patch掉了 那我们就是把它先patch回去来测试 那因为sync整包的enjoy跟编译整包enjoy的source 还蛮花时间的 所以我们就这样做 那可是比较神奇的是 dirty pipe是今年2月的动 可是我们载的时间 这个版本是2021年12月的 对就蛮神奇的 那我们跟source唯一不同的地方是 我们有加一条transition rule 那为什么我们会加这条transition rule呢 是因为我们在别人提权的 对pixel 670提权的report上 我们有发现说 以它的文件机来说 应该是要有这条rule存在的 所以我们当时就先把它加在我们的envator上 好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 我们是如何headcheck enjoy init process 并且我们为什么要选择init process 好 那除了init有root的权限之外 那比较重要的是它的slinux的root init可以透过去 透过执行vendor toolbox1x1c 来全c选到vendormodeplug 那由于我们在后面 我们会需要去绕过slinux 我们需要去load的一个kernel module 所以我们会需要moduleload的权限 那刚好vendormodeplug的这个context 它是可以去做moduleload的权限 好 那我们想要劫持init 我们大概就需要去了解一下 init大概会做哪些事情 那init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它会去把file system的mount起来 并且会去设定一些file system的权限 那在第二阶段它会去把policy漏进来 并且会设上enforcement 好 那在第三个阶段的时候 它会去parse大部分的rc档案 然后把一些service都打开 并且会去注册一个eeport wait 来等待一些事件的触发 好 那其实在init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 它会进入在一个fire loop的状态 来等待其他事件来触发 那能够触发一些事 它的事件的话 可以透过像shutdown 或是public change的方式 那shutdown这条loop 不会是我们所选择的目标 我们会选择是下面的public change的这个事件 那我们其实是透过seplot这个command 来触发它的事件 那当我们触发事件的时候 init就会尝试与它所listen的file 所listen的file descriptor进行沟通 那可能有人会纳闷说 dirtypy那么强 那你们怎么不直接用dirtypy去写init binary就好了 就好像用得有点麻烦的样子 那前提就是 因为在enjoy系统上 一般的使用者 一般的shutuser 是没办法去access到init binary的 那我们没办法去open跟read的话 我们就没办法使用dirtypy去直接改它 好 那我们就必须想到一个方法 来hack process 那由于dirtypy它在对process所mapping的files 进行overwrite的时候 它并不会trigger到kernel中的copy-on-write的行为 那因此我们就想说 我们可以去对process所mapping出来的file 像是library 来进行写入 来改到它的程式流程 那并且init是一支c加所写的binary 那我们可以去尝试去 很直觉地去注入libc加.so 那我们必须 我们这边稍微讲一下就是 我们要找到一个trigger 一破位事件的方法 那我们这边选择是separce command 那我们注入libc加.so的function 我们是选择是iOS base init这个function 那当我们注入成功以后 它在处理事件的时候 它碰到这个我们改掉的code的时候 它就会让它去执行到我们 就是跳到shallcode上之类的事 那左边的话就是 我们去改了它的jump的instruction 让它jump到我们的shallcode上 那右边这个cxivcdelete 就是我们放shallcode的位置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一块位置呢 是因为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我们只要把一些 我们把shallcode放在这块 记忆空间上的时候 系统上是不会出现任何crash 或者是其他行为的 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一个 相对稳定的一个记忆体区块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设计 就可以设计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像是一个jumpflow的一个attack 那我们首先 就先把shallcode 放在那个cxivcdelete的那个function 那放下去之后 我们再透过 把iOS-basedinit的jump 改掉 让它直接jump到我们的shallcode上 那我们会希望说整个 其他有用到这个library的process 或是其他东西 可以让它好好的活着 那我们就希望说 它保持着它原本的callflow 所以我们在shallcode的尾段 我们还会jump到 让它jump回它原本要jump的位置 那我们这边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是trigger到init 然后并且headjack它的 那我们在一般使用者 就是shalluser的情况下 我们是下cprop command的时候 会触发到segnus的prevention的error 那当触发到这个error的时候 它会尝试想要把它记录起来 那就是call到logmessage 那在call到logmessage的时候 它就会再call到iOS-basedinit 那当我们call到iOS-basedinit的时候 就是call到我们改掉jump的instruction 那我们就让它jump到我们的shallcode上 那我们的shallcode会做哪些事情呢 其实也蛮简单的 就是我们一开始 会先把register跟rip都拿下来 然后我们会去检查说 现在的process是不是init process 那如果不是init的话 我们就直接用jump的方式 直接让它回去 那如果是init的话 我们就会去fog出一只child 那这个child的话 这个child会去mmap 一个libui.so进来 那并且我们再会跳到libui.so上 去执行我们的第二段的export 那这边执行export的时候 就是带有init的权限 跟init的context来执行这段 那我们在libui.so 我们会先fog出 我们里面有第二段export 跟后面还有第三段export 那我们libui.so 会fog出来去执行vendor mode plug 好 那在第三段export的时候 我们会去load colon module 来bypass掉seinus 那最后会拿到一个 把seinus 把握机器关掉的reverse loop shell 那我们其实在第一阶段 这边就完成 就是我们整空去hijack了init process 并且找到一条蛮稳定的路 对 那我们也准备好就是 像第二阶段要用的libui.so 然后它放置 放置 放置export 好 那接下来bypassseinus 部分就交给乙默 OK 太好了 有声音 那接下来就由我来讲 就是bypassseinus的部分 那首先的话就来先简介一下seinus 那seinus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摆名单的机制 然后它做的事情就是去限制 subject对object的操作的能力 举例来说的话 就会像是我会想要去限制 init process 它就只能够去open rewrite 它所需要的答案 而其他答案的话 就是它都是没办法去access的 那它做到这种行为的方法就是 只有在如果允许的时候 我subject才能对object去进行操作 抱歉 稍微说一下 这边subject 其实就是在learn上 就比较像是process 好 outject的话就是process 它所操作的那些东西 像是档案啊 IPC Network等等 OK 那为了会要去方便撰写RAW 那我们就会 就有一个context 来作为subject 或outject的label 而其中 就是 subject的context 我们也会称之为domain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它其实 因为linear3 通常subject 会是一个process 嘛 那这也就是我们当前操作悬线的意思 就是context它在坑口中 通常会以sid的形式存在 那在实际去判断前线的时候 我们就会将sid ab转成context 来去判断前线 OK 那接着来看ro 那ro的话 它的形式就是长这样 首先的话就是我一个sourcecontext 它能够去对target tuncast的哪一个class 有哪一个permission 而这些class的话 就会分成像是file Network IPC等等 而举例来说的话 就会像是init 这边的context 它能够对systemfile 这个context 有read的权线 接着来看一下ab ab的话它是assessvector的简称 那它的话其实就是 我一个特定的sourcecontext 对targetcontext的落集合 那也就是我这个情境下 它到底有哪些操作悬线的意思 就像是这张图 就是init它对systemfile的context 它总共有open rewrite 这项的悬线 那也意味是不是说 它就再也没有其他操作悬线的意思 就在这个情境下 接着来看一下policy 那policy的话 其实就是system上的所有raw的集合 对 也就是我这个系统上的所有操作悬线 那它是在init 在init的阶段 它会去raw已经compile过的policy 并且会去初始化答案和process等等的context 来去启动s-inners 那在启动完s-inners后 kernel中就会有policydb 那我会去就是在去做全圈判断的时候 就到policydb那边去收集 就是我这个超购情境下的所有raw 来收集成一个ab 那我们之后就称之为abd 那我就会用这个abd 来去就是看我们有没有悬线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就是它还有一个机制 叫assesspector cache 那它的作用就是会将abd存在一个cache之中 就半一遍之后就是不用再去db里面 再去重新收集一遍 那它总共的就是操作流程会就会像是 右边自然图 就可以看到说就是我一个subject 对一个object去进行操作的时候 它就会先去cure permission到abc 那abc这边就会先去看它到底有没有cache 如果有cache的话就只能用这个cache去 就是去看你有没有悬线 但如果没有cache的话它就会到security server 的security policy那边去就是一样就是收集 刚才所提到abd的部分 并称回到cache 然后就一样就是用这个cache来看就是 你到底有没有悬线 那另外的话就还有一条比较特别的路 叫做transition 那transition它的功能就是去 当你在1x1cb一个答案的时候 它会去改变当前domain 也就是改变你现在的操作悬线的意思 它的规则就会长得像下面那一条 就是我一个source domain 去对targetcontext的file 去做1x1cb的时候 它就会转到targetcommand 那也就是转到全线的 OK 那就是来稍微讲一下slinux的缺点 优点的部分的话就是 它有一个比较细致的一个就是 全线管控部分 对 而且它就是不会有linux上 就root全线太大的问题 因为它会限制root的全线这样 对 那缺点的部分的话就是 它在因为它有比较细致的设定 所以它在设定上会比较困难 另外就是它在设定的时候 你一样没有root全线 那大家用linux用习惯就会 设定的时候就很喜欢 速度SU 就什么都能干了 讚 对 但就是在slinux上不行 那就为了对应这个情境 slinux有提供两套机制 就是第一个是inforce permissive 那就是会将就是当前的inforce 就是 就 它的功能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 你不会 你的操作不会被deny 但是它还是会留下个log 这样 对 所以就是你还是可以做操作的 就不会被slinux给 就是让你没办法操作这样 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permissive domain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比较特殊的弱 会表示说就是 只要我在这个domain下 我的情境就跟就是跟inforce permissive 一样 就是只会留下log 但我还是能就可以操作 就不会被slinux deny操作 好 OK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slinux它在科诺中实际去做全线检查的部分 那就是我一开始的话就是会先去做一个system code 那在system code像是rewrite的时候 它就会去call到lsmhook 而lsmhook的话它就是会先去call到slinux的第一层function 这function做的事情就是去收集ssid tsid class 和requested 也就是我所需要的ab 那我就会将这些资讯都传到abc hospital audit 而这个function就 这边的话就是会去实际做我去检查权限的部分 那首先的话我们就会先去call到abclookup 来去看就是我的abc中有没有一个cache存在 如果没有的话它就会call到security-compute-av 来去实际的去positdb 那边将我所需要abd存回cache 那接着我就会用这个abd来去计算就是我到底有没有被deny 如果被deny的话它就会去call到abcdeny 来去就是deny的操作 其中security-compute-av 它会call到一个function叫ebmark-gabit 那这就是等等会用bypass会用到一个function 那等等就会提到 好接着我来看一下abcdeny 那在正常情况下它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直接return-eassist 就表示你没有权限这样 但它有两个情形它会returny 第一个的话就是在enforce-enable它returnforce的时候 那这情形其实就是对应到前面提到的enforce-permissive 但就是这情形会需要就是在编译kernel的时候 要带config security-assist-enable-up这个config 就是它才有可能会returnfalse 不然它一律都是return true 而第二情形的话则是就是abd的flag中 带有abd-flag-permissive这个flag 那这对应到的情形就是permissive domain 那它就是在前面提到的ebmark-gabit 它去return true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flag给设起来 那既然它是gabit return true的话 那我不就很简单的 我去把这个bit给设起来 我不就可以把permissive domain给设起来 bypass掉se-eners了吗 那既然它要去call一个kernel中的翻选的话 那我们这边就要用到一个kernel module 那它这个kernel module的目标 就是去call到ebmark-se-bit 第一个argument代理是policy-db的permission-map 第二个argument代理是scontext的type 最后e就是表示我要把这个bit设起来 那这就是要做到这件事情的话 首先的话就是在init那边 我先call到kprop 将kosyn-lucal name给找回来 那接着我就可以用kosyn-lucal name 去把我所需要的function 和global variable的agents给找到 那我就可以用这些就是function 跟global variable 来去将就是ebmark-se-bit 给拼凑出来 就可以去直升工程去扣到它了这样 那既然我们已经有kernel module了 那我们接着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将kernel module load进system里面 那接着我们先回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当初要选init process 就是因为第一个init process 它有blog的权限嘛 第二个就是init 就是有一些比较关键的se-inux的 rule 首先第一条就是init它会全c选到bendable prop bendable prop 它又有就是可以去做module load的权限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做clone module的意思 那它会就在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 会需要两种context的file 第一个是vendor file 来去作为就是我准备要load的clone module 第二个话则是vendor toolbox1x1c 来作为我等等全c选的目标 那首先的话我们先去看就是系统上 到底哪些档案有vendor 就带有vendor toolbox1x1c这个context 那就是写线vendor写线b 写线tortbox这个答案是 就这个elf binary是带有这个context的 另外的话就还要再去找就是 哪些答案是带有vendor file这个context的 那我们找到的就是在写线vendor写线lib 和写线vendor写线lib60下的library 都是带有这个context的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init 可以对这两种context去做open和read 那这样就代表说我们可以用dirtypy去对它做override 那我们的想法就很简单了 首先的话我们就先将show code写进tortbox里面 然后这个show code做的事情就是去local module 然后目标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library 那接着的话我们再将clal module写到library里面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就是local module嘛 那接着的话就是我们再去做对library做override的时候 其实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 首先的话就是dirtypy它一次就只能去override一个page嘛 但是我们编出来clal module它其实是有三个page的大小的 所以代表我们要去做dirtypy去做三次 而dirtypy它就是没办法去override到就是每一个page的第一个byte 也就是因为说我们没有办法去overrideD0 d0x1000 d0x2000 d0x2000 这三个位置的值 而library跟clal module 因为它们都是eof 所以它们在d0位置的值是一样的 有emage number嘛 但是就是d0x100的位置和d0x2000的位置的值 我们的做法就是cosi 只要这个位置的值刚好一样 我们就可以把clal module写进去了 所以我们接着做的事情就是去看clal module 它在d0x1000和d0x2000的位置的值 分别是0x48跟0x01 但就是我们没有找到一个library 它是有就是跟这两个位置只是一样的 但我们有找到就是有一个library叫做 斜线MenderLib 斜线Mender 斜线Lib 斜线KMAR.deviceR 3.4-insmitation.exo 这个library 它的在0x100的位置是0x90 它是一个nobe 喔对它是一个nobe 好那既然它是一个nobe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说 clal module在这个位置的值 是不是一个function 我们就仔细去看 它确实是一个function 叫做底线底线cly 底线check 那我们做的事情就很简单 首先我先将0x90 依射到0x100的位置 那我们就 另外的话 我们再将relocation offset给修好 那我们就先去 将这个patch过的code module 对它去做insmall 你就可以发现 它是可以正常去被insmall到system里面的 代表它还是一个完整的code module 那既然它是一个完整的code module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用30py来去 把code module写到library里面了 对 然后我想 诶 这样子好像就可以成功地去做insmall了 但就 它出了点问题 那这边的话 其实就可以看到 我们在去做 ls 形线data 这个 就是需要高权线 才能assess的directories 时候 它是没办法 它就表示patch denies 是没有办法就是 有权限拿到它了 对 那我们就要去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我在做apc-lookup的时候 它就是要在 在没有找到一个catch的情况下 它才会去构造 一笔码gabit 讲就是permission map 的那个就是位置的值 就是把bit给设下来 我们才有permiss domain 对 那就是如果已经有catch存在的话 它就会用之前catch 就是没有权限来catch 来去表示你没有权限 那就是我们这边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把这个abc给flush掉嘛 所以我们这边要去另外call到一个 叫abc底线ss底线resetter的function 来去把abc给flush掉 所以我们column module的目标 就要再多一个call到abcssresetter 第一个argument就是唯一一个argument 大概是state的abc 那我们要做到就是这个function 其实就是在kallss2connect 把这个function给找到 并去call它就好了 OK 那我就再去试着去做一次exploit 可以发现可以写成功的ls 写线data了 赞嘞 那接着的话就是来重新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exploit2到exploit3的流程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会先做一个 就是我们先开始是在lib.ui.so嘛 它是就是带有initpermission 那首先的话就是我们会先去做一个 30py将clumn module写到library里面 那接着我再做一遍特别py 把exploit3写到toolbox 那接着我去execb2到toolbox 那在execb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会去做一个transition transition到bandedmodeprop的权限 那因为我们已经有bandedmodeprop权限了 我们可以去做lowclone module的行为 那我们就去做lowclone module 而在clone module中 我们就会call到ebmrcbit 将permissivedomain给设起来 接着我们会再去call到abcssreset 将abcgplush掉 那我们就已经bypassseinerts了 那接着的话我们就可以回到exploit3这边 去execbreverse shell 那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个 就是没有seinerts限制的reverse shell了 OK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demo 好 好 还会动太好了 那首先的话我们就先在左边这边看一下我们的权限 可以当中说我们uid是show 而contest的部分也是show 这是一个就是很低的一个权限的意思 对 那这次前现在就没办法去ls限限的一套 但我这边好像忘记录了 没关系反正就不太不行 那接着在右边的话我们这边就先 就是在这边就是开一个reverse shell的server 那这边等等reverse shell 就会打到这个server上面 好 那接着我们看一下我们的exploit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把需要的答案传上去之后去执行exploit 那就可以看到右边的话就是已经就是拿到一个reverse shell了 并且我们看一下id 可以看到uid它是root 而且contest它是vered more prob的 那接着我们就去试试看ls限限data 可以看到就是成功的把限限data给就是印出来了 这样 ok 那就代表我们成功的就是bypass掉s index 变成然后reverse shell了 那这时候需要一点展身 好 整个人觉得做这片很棒 因为我还有p16可以再展身一次 ok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p16上面的就是情况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要去看 我们最重要的context到底从中存在 也就是vend more prob 然后就发现它居然不能去transition就init没办法transition叫vend more prob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说我说好的那个vend more prob呢 对 但就是它就是不存在很难过 但我们有找到一个就是可以代替它的一个context 叫做init-small-sh 它一样可以去做module load 而它一样可以被init做transition 那居然就发现它其实跟vend more prob是因为就是的权限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把它拿来再替vend more prob 而其中我们就会需要就是init-small-sh底线exec来去做transition 另外的话我们还会需要vend more prob 来去做我们clone module的file来去使用 那首先的话我们就是一样先去看就是transition的部分 我们会需要init-small-exec这个context的file 那我就就找到就是写线bander写线bin写线init.small.sh 这个show script 它是带有这个context的 那居然它是一个show script的话 就是我们没办法把它overwrite成一个eof的binary 因为它manage number就是地零的byte会不一样 但是就是我们会就有看到一个就是比较特别的路 就是init-small-sh它去execvvendor toolboxexec的时候 它是不会去做transition的 那我们的想法就稍微改变一下 首先的话我们就将init.small.sh把它overwrite成去execue toolbox 接着我们在execb2那边我们就将execb toolbox改成execbvendorbininit.small.sh 这样的话其实行为就会跟前面我们的行为是一样的 但这样讲起好像就有点模糊 我们就实际看一次流程图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在一开始execb2的时候 我们是有init的权限嘛 那一开始做的事情就一样就是做dirtypy 这样所需要的那些东西就是写上去 然后接着我们就去做execb init.small.sh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transition到init-small-sh这个domain 那接着我们在这时候就会去execb2 toolbox 而execb2 toolbox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去做transition的 所以我们在export3那边 我们就还是以init-small-sh这个context来去执行 那既然我们有这个domain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low kernel module 并且去做execb reversal的部分了 那我们就已经处理完就是transition的部分 接着我们就要去看就是kernel module所需要的那个context 也就是vendor kernel modules这个context 对我们去找到有哪些答案是带有这个context的 那我们找到的话就是在写线band的底线dokn 写线lib的写线modules下的kernel module 是在有这个context的 对他们都一样是kernel module 那既然都一样是kernel module的话 那它在d0x0跟0x1000这两个位置会是一样的 那就会比前面的library的部分还要好用蛮多的 对但就是还是一样会有就是要去bypass these 就是那个就是还是会有0x2000之后的就是要call side的限制 那我就想说能不能去把它bypass掉 那首先我们先去看kernel module 它其实是一个eof的答案 那首先的话它就只有包含eof header 还有station header 还有station这三个结构 那既然它只有这三个结构的话 那我去做就是调整部分就很简单 那首先的话我就先去pass eof 然后并且去找到station的位置 那只要看到有station 它是就是横跨着在两个page的话 那我就把它调整到下一个page 那只要我的就是每一个station 它的大小是小于一个page大小的话 那它就不会在0x1000乘n的位置 有station的资讯了 那这样的话就让那个值就变成就是 随便是一个值都没差 对就可以不用去改到它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 就是去那个写线bender底线dokn 写线lib写写modules之下的 随便一个co-module 来去就是把它当作我们的目标来使用 那最后就是再进一次demo 好 那首先的话我们在这个 右边这个terminal 我们做的事情一样就是 先开一个reversial的server出来 然后接着的话就是左边 这边的话我们就先看一下我们做的事情 其实一样就是把东西do上去 之后执行exploit 好那这边执行的话会要一小段时间 稍微等一下 OK那这边的话就是exploit打完了 可以看到有弹一个reversial回来 那一样我们做的事情先看id 可以看到uid是root 并且context是init-small-sh 接着我就先去把set-inforce-link 也就是我把inforce 设成permissive的意思 然后接着我就会去做screencap 这个command 它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做萤幕截图 对 它是需要高权限情况才能去做的 那我就把这萤幕截图存在 协线local-temp-test.png 这个位置 并且我在左边这个terminal 我用adb将这个图片给铺下来 好那我最后就用eog将这个图片给打开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飘飘的萤幕截图了 这也是我们成功exploit这台enjoy的意思 那这边需要再一个展身 好那最后总结部分 我们再交还给李恩来去做说明 那最后我来做个总结 好那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我们整个 那个attack的flow 那我们首先是先用dirty pipe 然后去写leavec++ 然后去heject init process 然后我们也写了curl module 然后去设定permissive domain 然后我们也用dirty pipe 成功把curl module load进去 然后最后拿到一个 有root权限 但是没有sdness保护机制的效 好那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发现说 其实dirty pipe这个动 其实可以被换成任何一个 像是可以对read only 档案进行任意写的漏洞 那我们也测了几种 几个分位 在pixel 6上也测了几个分位的版本 那像是2021年8月的版本 这是手机预设出场的版本 那也是成功exploit 然后我们之后也后续也测了 22年的2月 22年的4月的版本 那一直到22年的5月 这个分位的版本才失败 那在失败原因经过确认以后 发现就是dirty pipe这个动物 已经修过了 那最后 之后我们想要讲一下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其实我们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其实我们前面有提到说 我们找到一个report 它其实也是做 用dirty pipe 然后对pixel 6上进行提权 那其实我们想法都很接近 就是我们是hijack init 然后local的module 但是我们其实使用了 比较少的机体空间 去hijack init 并且这个hijack init的路径 是很stable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把library都patch回去的话 我们的系统也不会crash掉 然后第二个方式 就是我们flush的avc 来避免说 我们去设定 permissive domain的这个方式 是不会work的 然后我们也找了 跟它不同的路径 来roll kernel module 它是使用vendor mode plug 那我们在实际手机上 我们是使用init insert mode sh 这个方式 那最后我们在选择 colon module 的trick上 以invator 来说的话 我们在写library的话 我们可以去注入一些nob的instruction 来选择其他更好的library 那我们在colon module 就是在手机上的colon module的话 我们可以去patch eof的sessions 来选择colon module 好 那最后其实我们想 蛮感谢实习的团队 就是D39团队 以及我们mentor Jack 然后最后就稍微偷偷工商一下 就是还有一些职缺这样子 然后有兴趣也可以去摊位酒 就是聊聊这样子 好 那以上 就是谢谢大家 好 现场观众有任何问题吗 有吗 有吗 好 那我这边就问slider上面的问题 那slider上有人想问 请问如果想选择android进行漏洞研究 讲师建议怎么开始 我们当初开始的方式是在inventor上执行 所以可以先在androidstudio 然后把它抛起来 然后去接看看adb之类的 然后去研究一下它的filesystem 好 那不知道我们回答到问题 那如果还有问题可以直接继续问 那我这边再问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你们会选择用iOS-base 或者不是用saveprop 然后拿进去以后 然后我们就是先把它改掉以后 让它跳到小口上 好 了解 那 还有任何问题吗 那没有的话我们时间也差不多 那我们就再次感谢 immo跟lin所带来的演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